探尋古佬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詩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奇 第584章 無極炮 上次講到 我們困在五千罐的後院中 地上飄出來的刀尖之間 那些間隔只有手掌那麼大 我們腳上穿的鞋子在兩個刀尖之間根本無法拿腳 刀尖之間的距離好像經過詳細計算 剛剛好是站不到的 那些刀尖的刀刃是三零人 所以現在我們根本無法動 行動受到限制 其實我們這群人的戰鬥經驗都算很豐富 但面對整個地上都是刀尖 全都懶惰 因為我們從來都沒有撞到過這樣的狀況 這個刀尖烈陣看上去好像很簡單 實際上是將暗沙門的江湖打法 研究得很透徹之後的產物 在暗沙門之中 除了那些會飛的 和那些練同頭鐵臂的人 對這樣的烈陣根本沒有負負 因為無論在裡面的人有多厲害 始終雙腳都是肉做的 被刀尖刺傷 在這麼痛之下 什麼手法都洗不出來 在五千罐的機關之中 大多數都是這些看上去好像很簡單 實際上很致命的東西 如果不是之前孫德龍告訴柳向晚 地上會被刀尖出來的 或者來到這個時候我們全部死光了 仔細想回頭都覺得有點不可思議 我們這群人出生入死 大大小小的仗都打成幾十場 居然會死在一個刀尖鎮上面 看看現場吧 要不是我們之前早有準備 可以有命留下來的 看怕只有看下山人和林茂閃 看下山人當然會識八步打燈 但是他用八步打燈和荷武道不一樣 荷武道用八步打燈主要是用來主動防禦 但是看下山人就可以被動防禦 看下山人這個時候關上院子門口 他根本沒有主動去避開刀尖 當在地上擠出刀尖出來之後 看下山人這樣才很被動地洗出八步打燈 我們看到 看下山人陣下陣下盤腿坐在刀尖上面 實際上他身上和刀尖之間還有一條縫的距離 而荷武道這時候早早就用起八步打燈 直到刀尖把它頂上去 在門口外 孫雅龍的徒弟把銅炮運過來的時候 孫雅龍更痛到蹲在地上站不起來 那群徒弟把銅炮運過來的同時 劉向晚把兩條鐵鏈掛在肩膀上 兩條鐵鏈迎風起舞 雙手吞了幾下已經很快變成肩膀那麼粗 在月色下面張牙舞走 而荷武道這群徒弟看見師傅蹲在地上 趕快過去扶 回到這裡問師傅你到底怎樣 劉向晚首先開聲說 我問你們 這時候把銅炮運過來做什麼 那群徒弟完全不知道自己師傅被劉向晚打成這樣 剛才還拼命叫師良 而一旦發現師傅的家人在拖保劍 那群徒弟一時之間不知道怎樣回答 於是沒有人敢出聲 孫雅龍這個時候掩上肚子就說 徒弟呀 幫我把這個女人綁回去罐裡 我要好好的去調教她 我還以為 孫雅龍因為劉向晚過一腳會很生氣 跟劉向晚搏過 沒有想到這個老色魔居然還不捨得劉向晚 要把她捉回到五仙罐裡 劉向晚聽到之後就說 來呀來呀 看看是你們綁我還是我綁你們 那群徒弟收到師傅命令之後 馬上彈起來向劉向晚衝過去 他們手裡也有自己的兵器 不用問了 肯定是在龍及神商門裡自己打造的 而在這時候 劉向晚把左肩膀的鐵鏈放了一下 變成一條鐵滾般向徒弟捲過去 那群徒弟紛紛拿著自己的兵器 抱在胸口前面 擋住劉向晚的鐵鏈 擋住了 但劉向晚這條龍鱗鐵鏈之所以厲害 是因為可以毛巾洗力的 雖然劉向晚就很柔弱 但他的鐵鏈就不柔弱 這樣掃過去 鑽著那二三十個徒弟 打橫掃到五仙罐北面的長腳下 那二三十個人馬上東歪西島 如果不是因為他們身上 有龍及神商門打造的兵器 肯定有人會受重傷 而在這時候 孫阿龍就沒有那麼痛 馬上站起來 飛出了自己的浩然索 那條繩一下子 纏著劉向晚飛出的鐵鏈 互相用了核力 劉向晚的鐵鏈 居然被浩然索拖回頭 孫阿龍就開口 罵徒弟說 正一整班廢物來的 用無極炮去殺王德陸 這個小妹你們不用管了 交給我就行了 那群徒弟登靈後 紛紛向著炮跑過去 劉向晚當然 不可以讓孫阿龍的徒弟去開炮 於是 另一條鐵鏈突然變長了很多 直到向著炮捉過去 孫阿龍的浩然索 本來已經黏著劉向晚的鐵鏈了 這時候 那條繩頭也突然變長了 繞著彎去追劉向晚另一條鐵鏈 短眼之間 將我兩條鐵鏈都黏著 綁在一起 於是就是這樣 劉向晚和孫阿龍打在一起 但孫阿龍也沒有什麼優勢 這樣就可以見到 這個孫阿龍的手段都一般 不是特別厲害 真是像看下山人所說 難就難在 他就可以落殺手去殺我們 但我們就不能打傷他 畢竟是因為我們 去到別人家裡搶東西 不可以太過份 不過無論怎樣說都好 孫阿龍始終在一代門中有些手段 劉向晚這個時候 都被孫德龍潛得不到身 而在同炮那邊人多好辦事 總有被徒弟 推到正對院子門口的位置上 帶頭的大徒弟 很明顯是隊長 他對師弟羅命令就說 開炮 而我們在院子裡 動都動不了 德龍目前飛了半空之中 還有活動能力 不過我們見到看下山人 用白布打燈塞在院子門口 我就很天真地以為 那些炮彈是打不到進來的 看得出 看下山人的白布打燈 比航母道的更加光硬 遠遠就可以感覺到有一層光氣了 其實在院子外面 那麼多人家起來 根本就不夠看下山人打 但因為看下山人不想打傷人 只想塞在門口 令我可以長時間握住手裡的那把劍 他的用意我根本就來不及去問 外面現在打得那麼容易鬧 不是聊天的時候 兒子的時候 外面的炮聲一響 我可以從看下山人身旁的那區裡見到 那個銅炮打出了個紅當當的火球出來 大概有一個橄欖球那麼大 為何我可以看得那麼清楚呢 是因為那樣東西打出來之後 在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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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前浮動著 他打出來的根本就不是炮彈的運動軌跡 好像是鬼火一樣飄浮著 速度很慢的 我看到這樣的情形 這樣就知道了 那個炮是個房子 那樣東西都不是專門用來打炮彈用的 那個紅當當的火球仔飄飄浮著 去到康拿山人的身邊 而在這陣子 省人只是盤腿坐在白布打燈裡 他身下有很多刀尖 康拿山人閉目養神 這個時候顯示到 他和何武道關於打架的態度是一樣的 他只是想防禦敵人 根本就不想攻擊 有當我們在院子裡自己去想辦法 真是有其知必有其徒 那個紅當當的火球仔 完全不用想 肯定打在康拿山人的霸佈打燈上面 即時之間熊熊烈火 把康拿山人整個包著 那些火光沖天 我從來都沒有見過這麼高的火苗 康拿山人在白布打燈裡 當然就死不了了 因為我知道 連北極松武的殺氣 在短時間之內 都殺不死在白布打燈裡的紅武道 相信這個火球仔的威力 是比不上北極松武的殺氣的 不過 其中西面的紅武道 這個時候很緊張 對著我大聲喊 黃德佬 難怪楚鳳流不敢過來 這個火球仔確實很厲害 他的殺氣威力 不殺得比北極松武的 我聽到之後嚇了一跳 因為我自己感覺不到 那些火苗的威力有多厲害 但何武道就可以了 因為他曾經被北極松武的殺氣燒過 對這種氣息很熟悉 他說那些火苗的威力不用 那肯定就是不小了 何武道這個時候又繼續喊 黃德佬 你快點想辦法 我師父是個口道人 他不想動殺心 真的會坐在裡面被人殺死 我們要救他 我就回應他 行了,我明白了 我們和康夏生人不算很熟 但和何武道就很熟 何武道真的可以做得出 寧願坐在這裡等死 也不願意去殺人的東西 這件事我真的相信 看怕康夏生人和徒弟比起來 更是有個之言無不及 雖然說他的手段很高超 但也不是用來打架 就好像很多人身體很好 但經常會被一些 心狠手辣的人欺負 難怪楚鳳樓那麼害怕 這個門中存在幾千年 他們手裡確實有好東西 例如這個銅炮 雖然在操作上很笨拙 但在暗深門江湖之中 威力可以給得上北極松武殺器的東西真的不多 有這個炮在這裡 可以令暗深門江湖下聞風喪膽 雖然我口裡答應何武道要想辦法 但根本就不知道有什麼辦法 首先是因為我們全部都動不了 就算動得到也不敢去靠近那些火 我們現在被川洋困在這個軟仔裡 根本就無法出動 楚鳳樓之前說過川洋這個人很陰險 但我卻不覺得 只知道這個人很焦慮 現在回頭看 果然是發現他夠陰險 他就不會令敵人覺得周圍很危險 他用了一種溫水煮青蛙的方法 慢慢困著我們 這時候 我和其他身體鞋肩頭上 是除了林慕蟬之外 唯一一個可以動的人 但看著那些紅紅大火 又聽到我和紅武道之間說的話 一時之間皺眉頭都想不到辦法 林慕蟬見到之後 懸停了半空之中 將幾個買血錢掛在古簾上 由那團高高燒緊的火焰上 吸了一條細細的火線出來 通到進入古簾中 但不需要多少秒鐘 林慕蟬又大喊了一聲 哎呀!好辣呀! 接著見到 古簾的簾頭全部燒到紅了 他喊完之後 把古簾掉在地上的刀尖之間 黃同這個時候 突然開口說 勢力!勢力呀! 孫德龍真的是個人才來的 我為什麼想不到破解辦法呢? 黃德鹿,不如這樣吧 我們把龍甲神兵還給他吧 我剛剛打算要應他 但人家又聽到 外面又大喊了一聲 開炮! 沒多久之後 看到康拿山人的八部打燈火苗裡 又飛了一個火球出來 原來那個炮打出來的火球 並不是走直線的 那個火球 避開康拿山人 在他的頭頂上面 那些網絡的納粒之間 飛到彌園裡 林慕神見到後便嚇到 神一聲把整套放出來 套著黃甘彤 把他整套倒起來 掉在我站著的殘柱上面 接著他大聲喊 快點叫山鐵台去打那個火球仔 黃甘彤馬上吩咐山鐵台 山鐵聽到之後 踩著刀尖向著火球仔衝上去 看到這樣我突然有辦法了 我把電話拿出來 按下一個號碼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